近日在四川成都高新区一所棒球俱乐部训练场 皮肤优黑身材精干的台湾棒球教练 陈伯承正在摆放训练器材 准备开始当天的训练课程 2021年10月与四川省棒球队的合约到期后 陈伯承为选择回台 而是继续留在成都 为四川基层棒球发展尽一份力量 34岁的陈伯承来自台北 作为职业球员的他在2015年选择退役 成为一名棒球教练 2018年底经台湾棒球协会推荐 陈伯承来到了成都 加入四川棒球队教练组 三年来陈伯承给四川棒球队 带来了台湾职业队的打球思维和训练方法 并帮助球队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2021年全英会结束后 陈伯承与四川队的合约到期 他并未选择回台湾 他想留下来继续为四川的棒球发展 再努力一下 与此同时 陈伯承受到了不少棒球俱乐部轻训的邀约 在反复思考后 他都拒绝了 他决定把精力放在成都本土教练的培训上 当时我也在想 我更适合来教练团队 让教练团队来去教他们怎么去打球 怎么教球 在教学方面 透过他们的一个训练之后 来传达更多小朋友上面 就不会单纯说 我交给50个小朋友 100个小朋友 我交20个教练 他可能一个教练可以拓展给50个小朋友 我这样的话 我们其实帮助四川棒球 这个运动会更来得更明显 更有意义这样子 陈伯承在课堂上对细节要求十分严格 从每个技战术动作到出球的发力方向 都做到手把手教学 很多年轻教练在一个多月的学习中 不仅自身水平得到提升 还在创新的教学方式上受到启发 比如说在我们防守的时候 我们会练习一些接球动作 让小朋友 然后陈将人说 把球放地上 然后在球上写一些数字 当小朋友去做接球动作的时候 需要说 念出或说出这些数字 或者喊出这些数字 这样子的话 就是养成小朋友 就是接球去看球的一个习惯 我觉得这点特别好 来成都三年 陈伯承早已适应了成都的生活节奏 年底他计划把妻儿接到成都生活 谈及初心 陈伯承说 自己就是带着一颗传承棒球精神的心 来到大陆 虽然大陆棒球运动普及率还不是很高 但他想通过自身努力 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棒球 更想透过棒球促进两岸交流 我来到这边来教棒球当教练的时候 其实台湾还是有一些 可能粉丝或是说一些关心的人 会觉得说怎么来到大陆教球 你在台湾所学的棒球 为什么你不传达给台湾的基层棒球 那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 既然我学棒球 我现在当教练的 我的精神就是传承棒球精神 传承棒球这个技术而已 棒球在跟大陆跟台湾的交流是最频繁的 透过棒球也可以促进两岸的交流 那我也想说透过我来这边教学 其实想要出一份心力来为这个棒球 来做个提高提升这样子 其实如果能够促进两岸这个更频繁的交流 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这样子